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成为店主之后,该如何购买商品以及分享的步骤 首先,请打开东森购物的APP,在上方的搜寻框点一下,输入你要搜寻的商品 找到商品之后呢,直接点入商品的购买页面 往下拉可以看到商品的介绍以及售价的内容 在售价的上下方可以看到分享获得的PV值,以及购买获得的回馈东森币 还有这个商品可以抵用的东森币 接下来介绍如何分享购物的连结来赚取PV值 首先,来到商品的购买页面,往下方拉到最下面,有两个按钮 点一下灰色的我要卖,来复制分享的连结 点一下之后呢,会出现一个灰色的小框框 显示这个图示的话呢,表示已经复制成功了 复制成功之后呢,再回到桌面上 打开LINE或者是其他的通讯APP软体 找到你要分享的对象 在他的聊天画面当中,长按下方的输入框 会出现一个贴上的图示 这时候,点下贴上 点下贴上之后呢,可以看到对话框就会出现一串刚刚复制的连结 请不要做任何的修改 直接点下发送,就可以传送给对方啰 传送给对方之后呢,请对方直接点选连结 进入购买的页面 进入购物画面之后呢,一样 把商品页拉到最下方 点选红色的立即购买,进入结账的画面 确认一下购买的数量之后,再点选确定 结账的画面中,记得要勾选一下选择的折抵方式 比如说东森币或者是得意点数哦 折抵之后呢,请往下拉,继续确认购物的金额是否有折抵成功 成功的话呢,折抵的部分就会出现一个折抵金额 确认完折抵成功之后呢,请拉到最下方 点选红色的我要结账按钮 就可以进入选择结账的方式的页面了 在最后一个画面请往下拉,确认一下是否系统有自动代入 网联通店主的代码,就是电话号码的部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请拉到最下方 选择红色的确认付款,就可以完成这次的购物咯 而店主如何自己购物赚取PV值的步骤更简单了 一样,回到商品购物的页面,拉到最下方点选立即购买 接下来的动作跟前面影片介绍的一样即可 再来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如何查询分享购物的报表成效 也就是可以从这里确认有没有分享成功哦 首先回到东森购物APP,拉到最下方点选右下角的会员按钮 再点选新联索网联通的按钮 再点选分享购物成效报表 进入分享购物成效报表之后呢,请点选未入账报表 刚购买的商品要等待一个小时之后,才会显示在报表内 有出现在未入账报表内的表示有分享成功并且获得PV值咯 让这些PV值加总起来,公司直接拨50%作为我们的奖金 而奖金是用美金做计算 所以再乘以31块钱就是我们所获得的现金回馈咯 是不是很棒呢?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了,谢谢大家